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该够了吧 还请国公宣读圣旨 父亲 忠目睽睽之下 宣医道旨又何妨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军营华变 姿势体大 试涉勾结逆党 以图动摇朝内根基 罪不容束 今拙令定国公薛远 即刻亲率新吾位超莫永逸侯府 夺燕氏父子爵位 下御查政 怎么样 都听明白了吧 国公 这圣旨有问题 张哲 你是质疑本宫在假传圣旨吗 国公收到军营的消息乃是飞鸽传来 通州距离京城尚远 纵使飞鸽 也该要两个时辰 军营一栋是金城 算上路程 也就是说 国公收到消息的时间 大抵是在一个时辰之前 可对 那又如何 圣旨有云 今拙令定国公薛远 即刻亲率新吾位超莫永逸侯府 也就是说 国公您将消息带给圣上 圣上加盖了御印之后 您即刻便来了此处 对吗 本宫没有工夫跟你扯这些 不相干的事情 国公不必着急 待张大人把话先说完 抄家灭族这类的大罪 按律 纵使圣上加盖了御印之后 这圣旨也当由汉令苑合过 盖印后方能下档 今日刑部立会 顾尚书有公事问于汉令苑掌印 楚西仪大人 方知其报病于家并未入宫 敢问国公 您守仗这一道圣旨上 到底有没有汉令苑指引 不如将其展开 给大家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尔